东奥科技在线的学员 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 2022年注册会计师考试 财务成本管理 零基础先修班的课程 我是竹江老师曾宏 今天我们学习第四讲 项目投资决策 从第四讲开始 我们就进入到了 投资决策的分析当中 那我们之前在第一讲 谈到了整个投资 我们分析的框架是什么 就是比较收益和成本 只不过我们在比较 收益和成本的时候 第一要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 因为我们谈这个投资决策 是长期的 第二呢 我们关注的是现金流 那在这两个前提下 我们所谈的这个收益 它是一个预期的收益 或者叫预期的收益率 可以是数值也可以是比率 我们谈这个成本呢 本质上来说 它就是一个机会成本 或者说机会成本率 我们把这个原则 接下来应用到诸多资产当中 你投资就是把资金 形成资产 我可以投资于具体的实体经营性质的项目 也可以投资于债券 股票 甚至说我现在要去购买一家公司 那针对于项目 我们在进行投资的时候 我们如何应用这个原则呢 比如说我用比率的角度做比较 就是用内涵报酬率和资本成本进行比较 这个内涵报酬率就是我投资这个项目的话 假如我投资它 你投资它肯定有诸多可能性啊 那现在呢 我选取一个最有可能发生的结果 它会带来一个收益率 这是客观上的最有可能达到的一个收益率 叫做内涵报酬率 用它和我主观要求的资本成本去比 如果说客观上能达到10% 那我要求的这个资本成本呢 是9% 比我要求的高 那我就投资这个项目 这是从比率的角度我们做决策 如果从数值的角度做决策呢 对于项目来说 就是用未来现金竞争上限值 和原始投资额的限值去比 我们之前在讲这个价值管理的原则的时候 我曾经谈到过 你用数值去比的话 无非就是流入线和流出线比 你比如说股票债券 就是用价值这些证券的价值 这价值呢 就是一个流入线 和市价 市价就是现在我购买它 需要花多少钱吗 和流出线去比 那为什么项目当中 我们用的是未来现金竞争上限值 和原始投资的限值呢 这个我们等会再讲 因为我们这节课主要是围绕着项目展开 去给大家讲解背后的原理 那我们在经济比较的时候 还需要注意啊 必须口径一致 你比如说我投资这个项目 要求的回报率 这个资本成本 我是按年算的 但是呢 你这个项目 它可能半年给一次回报 或者说每个月给一次回报 那你就不能直接比啊 所以我需要利用之前货币时间价值 讲到的有效年利率 使得两者都是按年算的一个真实的比例 这样两者去比 另外我还要考虑所得税 我们之前讲这个资本成本 好有税前的 要算成税后的 那这个资本成本是税后的话 那我们再算这个内含报酬率的时候 它必须也是税后的 大家都是税后的 这样呢 才可以放在一起去进行比较 好 那这样呢 对于项目投资决策 背后的思路我们理解 这儿我讲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 就是对于资本成本的理解 其实上节课呢 我们也谈到了资本成本 当时我说资本成本 它是一条线 它是我们做决策的一个标准 并不是说 你就抓着成本俩在不放 并不是说资本成本 就是我的筹资成本啊 它是帮助我们做决策的这个标准 那我现在通过两个小的例子 帮助大家理解资本成本 一个是筹资 在筹资决策的时候 我们用到资本成本 比如说我要筹集这一百万 筹集一百万 你可能有两种方式 一种呢 是用债务 一种呢 是用股权 比如说债务 我筹资的话资本成本百分八 股权筹资的话资本成本百分十 那现在针对于筹资做决策的时候 好 那我就选择债务 根据资本成本最低这个原则呢 我选择利用债务的方式筹集资金 那接下来我要做投资决策 那假如说呢 我现在就是要投资一百万 投资一百万的话 好 我现在决策的是 我是不是投A这个项目呢 和A项目等风险呢 还有B 那B 它能给你带来的一个预期的收益率 或者说B这个项目 内涵的报酬率可以达到百分之十一 那现在我在投这个A项目的时候 这资本成本就变成了谁啊 就变成了这百分之十一 这是资本成本 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它就是这条线 在筹资的时候 我可以用它做决策 在投资的时候 我可以用它做决策 但其实我把筹资和投资 其实现在是分开给大家来讲 这样的可能大家啊 我分开只讲这件事的时候 我比较容易理解 只是投资决策 只是筹资决策 你现在肯定听不明白了 但是为什么资本成本 在教材当中 它就是单独的一章 我在讲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独立的 它没有完全的和筹资联系在一起 也没有完全的和投资联系在一起呢 因为现实是怎样呢 现实是筹资投资 我要放在一起综合的考虑 我肯定是要投资 要投资我没钱 没钱你又要筹资 所以筹资投资我放在一起进行决策 那就是这一百万 我肯定先要筹集这一百万 这是第一步 然后拿着这一百万去进行投资 这是第二步 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 所以现实当中 我其实做的是一个综合的决策 筹资这一块 我做了一个决策 好 8% 8%拿着这资金之后 并不说我拿着这资金就在这放着呀 你肯定要有投资的渠道 那这个投资的渠道呢 最后肯定要比8%这个要高 你只有比8%要高 那我才能获得这个收益差 所以现实当中是把筹资投资啊 我整个结合在一起 结合着资本成本这条线 最终做出来一个最优决策 其实我们财管最终要做的事是什么呀 就是帮助企业做出一个从财务角度来说啊 是最优的这种决策 好 那理解了价值管理啊 核心原则之后 接下来呢 我们这节主要谈和项目投资相关的一些问题 项目投资 它指的是我投资于一些实体的经营性质的资产 什么叫实体经营性质的资产呢 那我现在资金形成资产 这一步就叫做投资 但是我现在形成了这些资产 我下一步是要实际的进行基金管理的 这就是实体经营资产 那如果投资于有价证券呢 那其实啊叫做间接投资 等于是我资金投资于有价证券 这些有价证券背后对应的又有实体经营性的资产 比如说我现在用资金购买了B公司的股票 那B公司的股票背后是B公司的资产 你投资B公司的股票 这种其实是一种间接的投资 你是通过这个股票最终控制了这项资产 实体的资产 而我们现在说这个项目呢 它是用资金直接形成了经营性的资产 我就要进行基金管理 那关于项目投资评价 其实涉及到两个层次的问题 第一个呢 就是单一项目的评价 那我现在备选方案简单来说 就只有这一个 我就看这一个备选方案 现在是不是可行 那第二种情形呢 是现在有众多方案 它不止一个 比如说有ABCD 那我就需要考虑这些方案之间 它到底是什么关系 这方案之间呢 可能有两种关系 第一种是互斥 什么叫互斥呢 只能选一个 只有唯一的这一个选项 那如果是互斥项目 接下来我要进行评价的时候 要进行优选的时候 我就从投资效益的角度进行评价 那如果说这些项目呢 我可以根据自己的偏好 我进行多选 你比如说啊 我觉得ABC这都挺好 那接下来 ABC我肯定要进行投资 这些都是独立的啊 ABC都要进行投资 关键问题是我先投谁 互斥是选唯一一个独立项目呢 我其实要做的就是一个排序的问题 那独立项目 我其实是从投资效率的角度进行评价 一个是效益 一个是效率 这两者什么区别呢 效益简单来说 就是从最终收益的啊 这个数值去进行评价 而效率呢 是从比率的角度进行评价 那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现在有带入一个例子啊 假如说 我现在有一百万要进行投资 现在投资呢 有两个方案 方案一方案二 好 方案一方案二 风险都是一样的 根据方案一方案二的风险 风险跟收益对应嘛 好 我提出了一个必要报酬率 这个必要报酬率8% 你就可以理解我呀 这就是资本成本 这就是我投资的决策的这样一个比率 这样一条线 这就是一个项目的取舍率 这是我主观要求的 8% 好 那接下来我们先看第一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呢 对应的应该是独立项目 那独立项目现在两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 投资额30万 第二个方案 投资额60万 那咱们分析一下 我手里有100万 我现在既可以投一 也可以投二 所以这两者之间 它并不是相互排斥的 是相互独立的 你都可以选 那方案一回报率达到11% 方案二的回报率达到了10% 都比我要求的这个8%要高啊 现在我们说的这10% 11% 这就是一个客观上 你投这个项目 最有可能达到的收益率 那这样的话 方案一方案二我都投 先投谁呢 我肯定是先投方案一 因为它的收益率最高嘛 然后是方案二 那这个啊 对于独立项目做决策 应该是很容易理解的 排序这个很容易理解 那接着我们来看 如果是互施项目呢 互施项目方案一 你要投80万 方案二你要投90万 我手里一共就100万 这样就不可能既投方案一 又投方案二 所以针对于互施项目 我只能选一个唯一的方案 那会怎么选 那比如说啊 方案一 它的投资额80万 回报率能达到11% 方案二呢 回报率能达到10% 你单看回报率的话 它比我主观要求80% 都要高的 但是我最终做决策 并不是根据方案 它的回报率来做决策 并不是说我 针对于这互施项目 我就投方案一 为什么 方案一 整体回报是8.8万 方案二 整体回报是多少 是9万 假如说 你剩的这资金 你比如说我投方案一 还剩20万 我投方案二 还剩10万 那这剩下的10万20万 没有其他的用途 没有其他的投资渠道 你只能放在保养位 那这种情况下 你会选谁 我肯定选方案二 因为它最终带来的 这个收益的数值要高啊 我投方案二 我多赚了2000块钱 所以我选方案二 根据数值来做出决策 根据最终的数值 那这样 有些同学啊 会有些疑问 说老师啊 你现在提的这个案例 我是听懂 护士 现在方案一 方案二 这八十九十我是听懂 但是呢 我觉得啊 你可能不满足现实的一些情况 现实我如果剩10万 剩20万 我肯定有投资渠道 至少来说 我存银行总是有收益的吧 其实你不管有没有其他的投资渠道 都不影响我们最终做决策的这个思路 你比如说 我有相应的投资渠道 我可以把钱存银行 好 那你就把这个利息加在这8.8万和9万上 你比如说我存银行 存银行这20万一年可能有5000的利息 那我现在呢 这90万剩下来10万 这10万我存银行呢 可能有2000的利息 那你就把这2000加到9万上 把这5000加到8.8万上 然后再比两者 那第一种情况就变成了9.3万 第二种情况就变成了9.2万 那我最终选9.3万 依然是按照数值 最终对于这护士项目做评价 好 这样呢 我们就理解了 两种情况 单一项目 我评价的是可行性 而对于多个方案呢 我最终是要进行一个优选的问题 那么我们整个这节课 主要解决的是单一项目评价的问题 那对于单一项目 我接下来会先讲现金流 因为现金流 这是基础 数据基础 有了现金流这个数据基础之后 我们再谈一系列的评价指标 这些评价指标当中呢 有数值的 有比率的 我可以用数值做可行与否的决策吗 也可以用比率做可行与否的决策吗 那接下来这个众多方案 我再行优选的时候 这些指标已经谈了有数值的有比率的 那如果你是护士项目 我就用数值做优选 你如果是这独立项目呢 那接下来我就用比率做优选 所以咱们这节课啊 针对于众多方案这块并不展开讲 最终我们简单做一个总结就可以了 好 那接下来 我们先来谈一下这个现金流确定的原则 对于投资项目 为什么我关注的就是现金流呢 我们都知道啊 你学财务 会计 他主要谈的是全责发行制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讲财管 一个项目是不是可行 我关注的是收复实验制是现金流 因为这个全责发行制啊 从财管的角度来说啊 他有这些问题 第一从经营上来说 从现实的角度来说 现金流这个更为重要 大家都知道现金为王 你比如说啊 我从这个报表的角度 我现在看利润表 利润表最终净利 现在有一千万 收入比如说啊 有两个亿 但是我手里没有现金 你可能下年的生产经营 你就没有办法开着 你空有这张利润表 有没有意义啊 没有意义 所以啊 现金为王 我更关注的是现金流 第二呢 你这个报表 全责发行制啊 它是有操作的空间的 它不像我这收复实验制 我没有什么操作空间啊 我实际收到这么多现金 那我对应的实际收到一百万 那我的流入就是一百万 好 第三个问题呢 就站在投资者角度来说 现在我就是站在投资的角度 去考虑问题吗 这个项目是不是进行投资 站在投资者角度来说 我关心的是 我能不能拿到最终的现金回报 你单纯从低润表来看 我的收入比较高 但是我拿不到 对应的现金回报 对于我来说 投资者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我就摒弃了全资发生制 整个项目做评价的时候 我更关心的就是收复实验制 更关心的就是现金流 那这个现金流 它到底指的是什么 我们谈这个现金流呢 它是一个增量的现金流 或者说是一个相关的和你做决策相关的现金流 等会我们会谈什么叫相关什么叫增量现金流 这个现金流呢 我们对于营业期 那针对于项目 未来会划分为三个阶段 有投资期 有营业期 有中业期 针对于营业期 我们关注的是一个营业现金毛流量 你每一期这个流量 有收入 有成本 等于是有流入有流出嘛 我们都有一个假设 在分析的时候 假设呢 你每一期的流入流出 都是在期末取得 这是我们对于现金流分析的 相关的假设 好 理解了整个项目决策 我关注的是现金流之后 那这个现金流究竟指的是什么现金流呢 我们谈现金流分析的四个要点 第一 区分相关成本和非相关成本 也就是说这个现金流 它必须是和决策相关的 什么叫和决策相关呢 咱们代入一个例子啊 还是小多公司 它现在呢 要进行一个项目投资 投资建一个猫咖 什么叫猫咖呢 等于是在这儿啊 我又能喝咖啡 吃甜点 同时又能撸猫减压 那之前小多公司曾经考虑过这件事 比如说啊 六个月以前 他考虑过这件事 然后做了一番咨询 花了五千块钱 那现在呢 又在考虑 我到底是不是做猫咖 又要去做这一个决策 那我们就看六个月之前花的这五千 是不是和我目前做决策相关 你说某一项流入流出 和我现在做决策 是不是相关 怎么判定啊 其实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你现在做决策 无非就是干或者是不干嘛 那你就看干不干 这五千块钱会不会有区别 你想想我现在假如说做决策啊 要做这个猫咖 这五千块钱是不是已经花出去了 那如果说我不干 这五千块钱是不是也是花出去了 所以我现在不管做什么样的决策 六个月之前花了这五千块钱 他不会发生任何的变化 所以这五千块钱 就是和我目前做决策完全不相关的 那我们在分析现金流的时候 根本就不考虑他 这是第一点啊 我分析的所有现金流未来 都是和决策相关的 第二呢 你不要忽视机会成本 比如说啊 小的公司做这个猫咖 它肯定是要相应的门店的吧 假如说这门店 它就是小的公司的 本来呢 我可以出租获得租金 这租金一个月是五千 那现在我如果干这个猫咖 这五千块钱我就收不来了 所以这五千块钱 在我现在做决策的时候 它应该算什么 应该算每一期每个月 本来我能收到 收不到了 所以现在啊 我算是一项流出 这是啊 不要忽视机会成本 第三问题呢 你要考虑对于其他项目的影响 除了做猫咖 可能我还有其他业务 因为做猫咖这件事 我可能其他业务啊 受影响 其他业务萎缩了 假如说其他业务每个月 少挣一万 那这一万 对于我做猫咖这个角色来说 它应该是算流出啊 你其他项目 因为猫咖少挣了一万块钱 那这一万算流出 那其他业务萎缩了 其他业务的成本 也会减少啊 这是其他业务的收入 少一万 在我现在做决策 猫咖这个决策 我看作是流出 那其他业务 业务萎缩了 成本可能还少了两千 那现在在做猫咖决策的时候 这个就应该算流入 本来啊 这个如果说其他业务做的好 你会有这两千的成本的流出 但是现在没有了 所以啊 我可以看作是流入 那整体上来说 就是一个流出八千 每一期流出一个八千 然后第四个问题呢 就是要考虑 对营运资本的影响 这个营运资本的影响呢 主要谈的就是一个 差格的问题 关于差格这个问题啊 我们等会儿带出例子啊 然后给大家去分析 好 讲完了现金流分析的原则之后 接下来呢 我们就谈项目现金流分析 咱们就谈这个小豆公司 要去做猫咖的例子 那对于整个项目 我们做现金流分析的时候 我们划分为三个阶段 有投资期 有营业期 有中业期 为什么划分成这三个阶段呢 因为这三个阶段非常典型 你投资期 我还没有开始正常的生产经营 我还没有对应的现金流入啊 没有开始营业 所以投资期主要就是流出 这是投资期它的特点 那到了营业期呢 好 那生产经营步入正轨之后 我就有流入有流出 到终结期 等于这个项目我不干了 我需要把相应的资产处理掉 到终结期呢 主要就是流入 当然也可能涉及啊 这个我最终把资产变卖了 比如说我卖赚了 卖赚了可能要交税 你要交税这就是流出 总之我把一个项目划分为 三个典型的阶段 好 咱们先来看投资期 刚才谈到了 投资期主要就是流出嘛 那有哪些流出呢 第一 我肯定需要购置固定资产 你比如说啊 针对于这个门店 我要进行装修 然后呢 厨房的相关设施 我要配置期 桌椅板凳 这些我都要配置期 好 那整个装修啊 厨房啊 桌椅板凳 一共需要投资25万 这25万 这肯定是一项流出嘛 实实在在的流出 但是对于固定资产这一块呢 涉及到一个问题 资本化的利息 你资本化的利息也是流出 资本化的利息 是不是要考虑在这呢 注意 资本化的利息不在这 资本化的利息不在投资期的流出当中 因为我们整个项目现金流的分析 这个现金流 它是和经营相关的现金流 你这个资本化的利息 利息是属于什么呀 是属于筹资 是属于金融方面的决策 你现在不应该考虑筹资的问题 因为我现在只站在经营的角度 会分析一个收益率 然后你和什么呢 比如说我筹集这么多资金 拿它去投资 你现在经营方面 你关注一个只和经营相关的收益率 然后呢 你整个筹资 又有一个筹资的相应的成本率 这俩去比最终做决策 你如果在这考虑了利息 未来 我算出来一个收益率之后 比如说收益率10% 然后呢 你再和什么呢 你筹资的一个成本率 你筹资成本率 我从银行拿这些资金 拿这些资金呢 假如说是9% 你这俩比的时候 你这10%已经考虑过利息了 你这9%的时候又考虑利息 你这利息等于是不是考虑了两遍了 所以我不管你是什么利息 是资本化的利息 是费用化的利息 我现在都不考虑 只要是和筹资相关的 我都不考虑 不管是利息 股息 这些我现在都不管 这是我们投资期 首先有第一项流出 购置固定资产 但是有了这些 购置完固定资产 装修完 那么桌椅板能除去 这都做好了 是不是我就能开始营业呢 并不是 你还要垫织一些营运资金 比如说啊 你这猫咖 你给客人提供咖啡 提供点点 你总要买咖啡豆 你总要买什么鸡蛋 牛奶 面粉 同时你是猫咖 那对于这些 喵心来说 你还得买猫罐头 买猫零食 买猫粮吧 这些我就称之为是 电池的营运资金 比如说这些 我一共需要支付给别人 1.2万 我现在要开月啊 比如说我就需要买 10斤咖啡豆 然后50个猫罐头 总之这些东西加起来 我一共需要支付给别人 1.2万 但是呢 我欠别人 0.2万 因为我现在是一个企业 不是一个个人 不是说我去超市 买这些东西 你就得从兜里掏出1.2万 我现在是一个企业 我买你这么多 那你这其中是不是有坏的 我现在不能把钱都给你 因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交易啊 他不是说完全的现款献货 好 我欠你0.2万 欠别人0.2万 最终这个差额是多少 刚才说了 电池云资金 这是一个差额 这差额是多少呢 差额就是1万 我们原则是现金流啊 同学们 现金流 你这个差额才是真正的现金流出 所以实负差额应该是1万 那这两者加起来 一共流出了多少 一共流出了是26万 这两者加起来 这就叫原始投资额 我们的假设呢 是这样的 购置固定资产 电池云资金 都是在零时点 一次发生 比如说我要装修 我现在一说装修 好 这个整个猫咖就装修好了 他没有一个进行周期啊 如果有进行周期的话 你其实还涉及到一个折线的问题 咱们需要把这个固定资产 投资还有电池云资金呢 全部折到某一个时点啊 但是咱们假设呢 都是在零时点一次性发生的 其实在投资期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机会成本的问题 当然不管是未来做题啊 还是说未来这个我们讲课的时候 教材利息啊 他都没有谈到这个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机会成本 你比如说我现在用这个商铺 用这个门店啊 它是可以出售的 刚才咱们讲机会成本 说是可以出租吗 假如说我现在也可以出售 如果是可以出售的话 那这个出售 比如说六万块钱 这六万块钱 你其实是要考虑的啊 那等会咱们再讲 我又可以出售又可以出售 到底该怎么办 我们接下来看营业期 营业期有哪些现金流呢 因为营业期已经进入到了 生产基因的过程当中 这个猫咖就开业经营了 假如说一个月卖出2000份的咖啡甜点 每一份甜点呢是30元 这样呢 每一个月营业收入就是六万 这六万是实实在在的 从现金流的角度来说 实实在在的流入 咱们卖这个咖啡甜点 你没听说过 这咖啡甜点它奢销吧 所以这六万就是当月实际的现金流 那再来看变动成本 每个月卖出2000份 每一份咖啡甜点变动成本是15元 那这样呢 每个月的变动成本就是3万 这3万是实实在在的流出 那这个变动成本和我们刚才所谈到的 投资期电池的营运资金两点之间 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刚才我们说 电池营运资金 无非就是我买咖啡豆啊 买牛奶鸡蛋 那现在每一份咖啡甜点的变动成本 肯定包括牛奶鸡蛋 咖啡豆了 那两者之间什么关系呢 我们画出时间轴 零时点 为了啊 我下一步要开始开门营业 我需要提前采购原材料 提前采购这些原材料呢 一共价值1.2万 现供应商0.2万 那这样的差额就是1万 这儿需要说明的是啊 我为什么要采购这么多呢 我提前准备这么多原材料 它刚好就够一期生产经营所用 好 那这样到了一月底 我是不是又要进行采购啊 又要进行采购的话 我还采购这么多 好 还采购这么多的话 你采购1.2 欠供应商0.2 你需要支付1万 但是别忘了 你之前还欠0.2万 你这0.2万 你不可能一直欠着吧 咱们这儿有个假设啊 欠多久呢 欠一期 当然我们这个例子啊 一期就是一个月 这个看起来比较短 一般情况下 我们这一期就一年 我们假设欠多久 就欠一期 好 那在一月底的时候 之前欠的0.2万 你现在就要支付给供应商了 这样在一月底 合计的一个流出就是1.2万 那这1.2万 就在变弄成本这3万当中 那接下来又一个问题是 那你这3万和1.2万之间 差了这1.8万 这又是什么呢 比如说这就是人工 你支付给厨师啊 营业员的工资 另外还涉及到水电费等等 总之这些都是负现成本 这些变弄成本全都是负现成本 是真实的现金的流出 好 那这样呢 变弄成本 每一期的变弄成本 和刚才说的电质云资金之间的关系 我们就分析清楚了 那接下来还有固定成本 刚才咱们在投资期的时候 那接下来这个固定成本当中 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还有利息 但是这个费用化的利息 注意我们现在不考虑 为什么 整个项目现金流量的分析 是考虑和经营相关的现金流 你这和筹资相关的现金流 在这儿 它是完全不考虑的 好 接着我们看第四项 所得税 所得税是怎么算的呢 是收入减去各项成本费用啊 这各项成本费用当中 有变动成本 有这种负现的成本 也有固定成本 有非负现的成本 收入减去各项成本费用之后 好 乘以一个所得税率25% 然后得出来 你到底要交多少税 你要交多少税 这是一个实施贷的流出 那现在我们结合 第三项和第四项看 整个这个非负现成本 对于现金流的影响是什么呢 并不是非负现成本本身 而是这个非负现成本 它最终会影响所得税 进而去影响现金流 接着我们看第五项 第五项机会成本 我现在基金猫咖所占用的这个门店 假如说我可以出租 可以出租的话 租金当然会算作机会成本 这个好理解 但是你要结合刚才投资期机会成本的话 那就出现一个问题 我这机会成本到底怎么算呢 什么叫机会成本 机会成本是你做A这件事 放弃的其他的各项投资当中收益最大 那个我现在要经营的就是猫咖 我在分析他的时候 我放弃的有这个门店出售 放弃的有这个门店出租 那现在经营猫咖的机会成本 应该是出售出租当中 输大 哪一个大 哪一个作为我这项决策的机会成本 那问题是怎么比大小啊 你之前出售是在零食店 你进行发生的 你出租呢是每一期发生的 放在同一个时点比吗 我们学货币时间价值解决什么问题 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 我全部折到零食店 然后这两句比 大的那个就作为我经营猫咖的这个机会成本 好 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项 最后一项呢是对其他项目的影响 假如说我现在就负责经营猫咖 那我现在天天经营猫咖 照顾这些啊 喵心人 我就不想讲课了 每个月讲课收入减少0.5 本来讲课收入是流入吧 现在流入少了 所以减少0.5万元的这个讲课收入 我就看成是流出 讲课这个业务变少了 那这项业务发生的成本也会变少 本来发生的成本呢是流出 现在流出少了 我就看成是流入 这样一合并 等于是流出0.5万 流入0.1万 一合并 对于其他项目 讲课这件事 好 流出一个0.4万 那这样呢 营业期考虑的这些具体的事项 我们就分析完了 那接下来我要做一个汇总啊 最终营业期算一个营业先机毛流量 这个营业先机毛流量呢 简单来说就是用流入减流出 那现在流入就是营业收入 流出一个是复现成本 一个是所得税 这是正着去算营业先机毛流量 那接着啊 我从利润出发 我用税后经营净利润加上一个折旧 那为什么这第二个式子也是成立呢 我们把前面这一项啊 税后经营净利润把它给展开 可以写成收入减去负现的成本 再减去非负现的成本 然后再减去所得税 那这样就得到税后经营净利润 但是这个税后经营净利润 我接下来从现金流的角度会发现 它多减了一个什么 多减了一个非负现成本 那这个非负现成本最典型的就是折旧啊 我多减了一个非负现成本 我要把它转化成现金流 因为这个利润 它不是从收复实验之角度来说的啊 我接下来要把它转化成现金流 那就需要把这个非负现成本加回来 而非负现成本最典型的就是折旧 那我们就解释完了这第二个市 它其实和第一个市是完全一样的 就等于是在第一个市的基础上 我接下来减一个非负现成本 然后再加上一个非负现成本 这就可以了嘛 前面这个 这就是税后经营净利润啊 这个非负现成本呢 主要就是折旧 这样一是和二是之间的关系 我们就讨论完了 接着我们看三是 三是是把第一项税后经营净利润 把这一项啊 我现在给它换一种表达 用收入 减负现减非负现 然后再乘一个一减T 然后再把这个折旧加上来 然后这就有两个折旧 这两个折旧 我给它展开之后一抵 就得到了星号这个市值最常用的啊 收入减负现成本乘一个一减T 再加上折旧乘以T 好 那带入我们对应的数据 营业收入6万 负现成本是3万 咱们不考虑机会成本 也不考虑对于讲课啊 或者其他项目的影响 然后对应的折旧 每一期是2万 所有税率25% 这样算出来 每一期的营业先机毛链量 就是2.75万元 那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个问题 如果说有税块不一致这种情形 我们该怎么办 因为这个市当中 打星号这个市当中呢 你肯定要涉及到税这个问题 那涉及到税这个折旧啊 有税法 有会计上的 这两者不一样 该怎么办呢 如果说是折旧额不一样 我们按税法来 因为整个打星号这个市当中 后边这一项体现的就是折旧抵税 因为折旧存在 它是一项成本费用 因此而少交多少税嘛 我们称之为是折旧抵税啊 那这个折旧抵税 你能抵多少 谁说了算 当然是税法说了算了 税块不一致 折旧额按税法来 那年限不一致怎么办呢 按小子来 按年限短子来 这个怎么理解啊 比如说会计上 这个项目呢 它就存续三年 那我会计核算就只设计三年了吗 然后税法呢 它说 你这个项目用到的固定资产 你应该是按五年提折旧 但是对不起啊 我就只干了三年 你后边两年项目都不存在了 哪还存在什么折旧年限呢 好 所以按它来 那接下来换一种情形 会计上是五年 税法是三年 那这种情形 你这折旧抵税肯定是按税法来啊 税法 它只认你三年的折旧 那你后边两年 就不存在折旧抵税这件事 所以综合来看呢 税块不一致 就是按期限短子来 好 这样呢 营业期的现金流量 我们就分析完了 接着来看 终结期的现金流 终结期这个项目不干了 那涉及到哪些流入流出呢 首先电池的营运资金 现在收回了 电池的营运资金收回多少 收回一万 这个怎么理解啊 我们结合着最开始电池营运资金 然后每一期发生的复现成本 一起去讲 从零时点开始 我采购1.2万 但是呢 我欠供应上0.2万 所以电池营运资金一万 然后在第一期 或者说在每一期期末 一月二月 每一期期末 它的情形是这样的 你首先要采购1.2万 这样你下一期 你卖咖啡 你卖甜点才有原材料嘛 然后欠别人0.2万 这差额呢 是每一期期末啊 差额有一万 但是你每一期还要支付 上一期期末 欠的那部分 0.2万 所以整合在一起呢 是1.2万的流出 这1.2万的流出 我们放在了复现成本当中 所以这个项目如果说是干一年12个月 1月2月 一直到注意啊 12月31日 我们都会发生这些项目配合 那咱们现在就站在中期期主要看12月31日的情况 那12月31日 首先我要采购 采购的话呢 是花1.2万 然后欠 0.2万 这样的差额是1万 同时呢 我还要支付11月底的0.2万 所以12月31日 你先看成是营业期 因为这个时点啊 你把它拆成两部分 那一部分呢 是12月31日我看成营业期 我还没想好 夏年干不干的啊 你没想好夏年干不干 正常的这些采购 你还是要发生 所以这个1.2 这是啊 在营业期发生的复现成本 好 那现在在12月31日 我考虑明年 这事我不想干了 这1.2还是属于营业期的复现成本 这个之前咱们解释啊 好 那现在到了终结期 还是在12月31日 我采购完这些东西之后 我现在突然意识到 我明年不能干这事了 我还是安心讲课 好 那我就需要把手里的东西 手里的这些面粉啊 鸡蛋啊 咖啡豆全卖掉 那这儿有一个假设 就是我多少钱买的 我现在呢 能原价卖出去 那基于这个假设的话 你能卖出去多少 你能卖出去1.2万 这个很容易理解啊 但是你别忘了 你在12月31日采购的时候 你还欠了别人一个0.2万呢 那这种情况下 你不干了 你总得把那个0.2万给还了吗 好 把0.2万支付了 那这样一整合 卖1.2 又支付了一个0.2 最终我的现金流 应该是流入1万 正好是把之前 电支的营运资金 全部收回了 这样呢 我们就把和原财照 相关的这些现金流啊 就给大家分析清楚 可能有些同学呢 他自己在分期的时候啊 有些东西 他觉得这东西很难理解啊 你电支完之后 这你每一期去哪了 每一期的现金流是怎样的 咱们都不要分析清楚了 所以终结期 首先有一个 电支的营运资金收回 是1万 和你之前电支多少 这是完全一样的 那如果说中间 你电支营运资金增加了 那最终你收回来 也就会更多 你比如说最开始 我电了一个1万 中间我要增加了 又多电支了一个0.5万 那最终我就收回一个1.5万 好 这是啊 终结期第一项现金流 那终结期第二项现金流呢 对应的就是你固定资产 你肯定要处理 你这厨房的冰柜啊 造具啊 你现在桌衣板都要处理掉 一共卖了2万 如果说你卖了2万的话 税务局会找到你 首先你卖这2万 这是一个真实的流入 收回这1万也是真实的流入 但是你如果真是卖了2万 税务局会提醒你 残值咱之前说的是1万呢 你现在卖了2万 你可是卖赚了 卖赚了要交税 注意我们谈这个税是所得税 所得税是根据你亏了赚了 去计算所得税 那你现在卖赚了 你就要交税 赚了1万 然后呢乘以15% 要交0.2万元的税 这个是流出 那我们整合在一起啊 终结期 整体的现金流就是 电池营运资金收回 这是1万 然后这些固定资产 处置收回2万 然后再交所得税 卖赚了 交所得税0.25 那最终呢 是2.75万元 这是卖赚的情形 那如果说卖亏了呢 卖亏了抵税算流入 比如说这些固定资产 我最终卖了0元 税法计税基础是1万 那这样我亏了1万 亏了1万的话 0.25万元 这就是抵税抵了这么多算流入 有个同学对于这个算流入 我可能不太好理解 你比如说我现在就是卖了0万 你现在卖了0元的话 税务局并没有给你0.25 那你凭什么说这就是一个流入呢 注意你要这样理解 所得税可不只是你这一项 你营业期是不是有相应的所得税 你应该综合去考虑 你整个这一年 你经营期赚了这么多钱 好 那你如果整合考虑的话 因为这件事你卖亏了 你是不是少交税 咱举个例子 假如说你前面营业期 涉及到这经营所得 最终要交税是1万 最终要交税1万 然后呢你现在卖亏了1万 这个可以抵0.25 那你最终要交多少 0.75万元的税 你就可以看成是 你向税务局交了1万 税务局又返给你0.25 这就可以把你卖亏 抵的这0.25 你是不是就可以看到流入了 所以卖赚了要交税 实实实在在的流出 卖亏了抵税 我们就把它看作是一项流入 好 那如果说税务局认为 计税基础是1万 我最终又卖了1万 那就不涉及所得税的问题了 那如果说我卖了2万 好 电质云资金收为1万 那残值呢 计税基础就是2万 那这样呢 终结期的现金流 这就是3万 未来我们在计算的时候呢 我们就以这种最简单的方式 来去计算终结期的现金流量 好 这样呢 针对于现金流的分析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啊 做一个简单的汇总 投资期 我们主要分析的是原始投资额 原始投资额就是两项流出 一项是购置雇形资产 一项是电质云资金 这要提到一个概念啊 原始投资额和原始投资额限值 这是两个概念 原始投资额限值指的是 投资期如果说有时间跨度的话 我都需要把它折到零时点 那谈原始投资额的话 那我就不考虑说 投资期这两项流出折线的问题了 你比如说购置雇形资产 好 他现在呢 零时点发生了一个50万 依这个时点 整个建设期一年啊 依这个时点又发生了50万 那对应的电质云资金 假如说是10万 我们要谈原始投资额 就是110万 如果谈原始投资额限值的话 你需要把这个50折到零时点 然后这个电质云资金的一般是 建成之后再电质嘛 那这10万呢 也要折到零时点 然后再加上零时点这50 得到一个原始投资额限值 那这两项流出 未来在终结期都有体现 固定资产 你最终要把它处理掉 形成残值的流入 电质云资金最终收回 另外呢 你这个残值卖亏卖赚 涉及到企业所得税的问题 营业期我们要算的 就是营业现金毛流量 你可以用收入 这是一个流入 减各种流出 一个是负现费用 一个是所得税 你也可以用下边 这个最常用的公式 就是收入减负现相关的成本费用 然后再减去折旧 乘一个一减T 然后再加上一个折旧抵税 或者说非负现的成本抵税